收到一個朋友的資訊 希望吉三房價錢是 600 萬到 700 萬 他想減花整個美墳周邊或轉少少都不及 第一月想到的位置是美墳新村 美墳新村是一個很大型的藍酒店 一企到八企提供 103,000 多個單位 屋苑大選擇多 周邊都比較方便 尺寨相對來說約 1 萬呎 他便可以賣到套餐這麼大型的尺寸 唯一的缺點最年輕的期數是 46 年左右 再老一點屋花50年 屋苑是一個比較大的缺點 他也叫做上車 那個位置你可以買來住 但投資屋那邊一定是升級 劇價可以跟著大市上樓 銀行作案結局是比較麻煩 但他就OK 也叫做高收入的家庭 這是我第一個推薦他的屋 最主要他想買得大就接受屋苑9 走下去一點點就是一個納米樓的奇蹟 就是南昌1號 417呎可以做到三間房 880呎可以做到四房一桶 微型的尺寸可以選到這麼多間房 樓盤真的很接近 但是417呎的三房都要800多萬 相對來說不罷了 管理費都很貴 然後再跳下去是嘉美中心 就在深水埗的三十六年左右 他那裡大概四十八七十呎 然後可以判斷一間三房 那個可以想的 缺點就是深水埗比較品質複雜 這件事他都要自己去思考 最後我想到一個比較好小的樓盤 就是港蛙豪庭 限機盤利 樓齡20年左右 四百多呎有三房一尺 五百多呎有三房兩套 港蛙豪庭最主要是買樓盤新少少 他不接近鐵路 但他也接受不到走過樓盤站或樓盤站 或者走過樓盤站 港蛙豪庭可以想得到 給我選擇 我都會在美虎中 或者港蛙豪庭這兩邊去選擇 如果是給你在美虎山村 嘉美中心樓窗一行 港蛙豪庭你會選擇 留言告訴我 今期就是這樣 我是女士 我們下次見見 掰掰